侯友宜 郭台铭 两只手 一起公营 妈祖起嫁 这样罕见画面现在极有可能重现 因为传出15号晚间侯郭珠三人 将举行征召前的会前会 但征召规则是什么 只有主席朱立伦知道 就怕结果出炉 落败的人不服 觉得我们征召的时候 应该还需要提出一些科学数据 那个最主要的科学数据 还是应该是民调的一个结果 如果能改成让我们党团 不记名投票 那个会更好 我觉得还有两天了 党中央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规定 讲得更清楚 党内立委忧心就怕猴郭分裂 从演2020大败惨剧 而征召的考量除了民调之外 也传出会加入候选人的耐打度 用耐打度来解释 恐怕比较不精准 而是整个选战的主轴跟议题的部分 其实两者被征召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挺侯挺郭动作平平 挺郭派中常委 对外说中常委多数挺郭 让挺侯派中常委 也决定提早返台 就怕郝友宜低调因应征召 在气势和民调上吃了门亏 对比郭台铭 全台跑透透 何友宜都在准备 总直询也没有大动作办活动 就怕被质疑 已经被党中央内定 外有绿营围剿 内有征召游戏规则不明 这场仗真的不好打 欢迎新闻 吴志豪 王立德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小铃铛 来 请订阅证明 大铛铛 并打开小铛 便宜 并打开小铛 并打开小铛 并打开小铛